本月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唯一一个中国特色的大型园林建筑群要被限期拆除的消息传出不少当地的华人居民走上街头举行抗议游行 当地时间8月20号下午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前人头残动 200多名当地华人走上街头手举着保护我们的文化保护文化中心等字样的标语 抗议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将被限期拆除的消息 现场人们还唱起了《长江之歌》《茉莉花》等中国传统歌曲 歌声中口号此起彼伏 据了解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是中国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早在1997年 为了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投资数千万美元建造 被誉为美国西部最具江南味特色的地方 多年来这里慢慢成为凤凰城华人聚会 进行国庆 中秋 端午等文化活动的根据地 而新业主移除中国元素的计划 包括去除屋顶的琉璃瓦 前院的中国江南古典花园 以及四周各种石狮子和雕塑的计划 让当地华人失望而愤怒 不少人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游行 一个礼拜之前8月13日就已经有百余民华人冒着酷暑而走上街头游行抗议 据了解8月15日 新业主True North Companies通过凤凰城当地的媒体表示 听到了社区要求保护花园的呼声 愿意保留花园不拆 将提出重建的方案 邀请华人社区提出意见 不过挽救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组委会指出 新业主已将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标志涂抹 拆件用的大型垃圾拖斗也已经进入了园林 组委会表示他们已向美国总统发出邀请函 邀请总统特朗普访问凤凰城时参观中国城 为凤凰城的华人发声 为社区争取一片文化乐园 并表示在夜处同意保留文化中心之前 每个周末下午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将继续进行示威活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凤凰卫视会密切关注这一事件 有关进一步的消息会再向观众报道 请准备